2024年美国大选打响了 特朗普首战告捷 上演遥遥领先 现在该轮到欧洲紧张了 中国作弊上官反而听到了个好消息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特朗普首战告捷 该轮到欧洲紧张了 对中国是个好事 要早做准备 这几天关注美国大选 看到一个热门词条 说那个男人要回来了 那个男人当然是特朗普了 特朗普这人在国内网络上确实热度不小 一度被大家调侃称之为川建国同志 我本人对特朗普谈不上什么好感 毕竟是美国总统 主打的还是对华战略那一套 实在喜欢不起来 不过跟拜登比起来 特朗普的形势作风 还是要稍微好一点 更何况 特朗普如果真的能再度当选 对中国来说也不是为一件好事 日前 美国2024年大选打响 特朗普所在共和党正式开了党内初选 第一站便是共和党传统势力票仓 美国的爱奥瓦州 毫不夸张的说 这次党内初选 特朗普就首战告捷 上演了一波遥遥领先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红色地区都是特朗普优先的地区 11万人中 特朗普夺得了56000张选票 优势一度超过50% 比党内第二名的竞争者还高出了30% 的确 能称得上遥遥领先 而首战告捷 轻而易举赢得第一场胜利的特朗普 更是信心满满 大声宣布 必须要重新夺回美国 让美国再次伟大 说实话 从目前来看 相比于八年前特朗普的第一次竞选 这次特朗普的成绩甚至要更好 要知道一点 过去被击败的总统候选人 基本上就此淡出公众视野了 几乎不可能在下一次竞选中胜利 更别说是压倒性的胜利 而特朗普就是一个例外 这也算特朗普又一次创造美国历史了 总而言之 虽然党内初选并不代表着最后的选举结果 但就冲着此前 特朗普被不断暗算打压 还依旧能赢得大规模支持 这种势如破竹的态势 足以说明特朗普的竞争力了 对于拜登和民主党来说 这肯定是个坏消息 但现在更头疼的 反而是欧洲 特朗普首战告捷的消息 已经让欧洲瑟瑟发抖了 日前 比利时首相就表示 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 欧洲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在欧洲各国看来 特朗普压根不管欧洲死活 也不在乎如今的俄乌冲突 一旦特朗普再次上台 美国有可能会放弃欧洲 所以欧洲必须自力更生 为此有德国专家出面呼吁 欧洲要立即扩大军工产能 确保在没有美国参与的前提下 欧洲能独立支持乌克兰 独立对抗俄罗斯 而与欧洲的人心惶惶不同 中国更多的还是事不关己 作弊上官 因为无论谁上台 中美博弈的整体局势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不过要是特朗普上台了 也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一方面 特朗普与拜登执政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特朗普主张的是战略收缩 工业回流 打击移民 所以特朗普将更加专注美国自身的发展 而不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主义 这点倒是符合中国发展思维 怪不得特朗普会被称为川建国 而另一方面 美国要是一直保持这种民主党四年 共和党四年的循环 国家政策必会反复重启 得不到连贯的落实 而在对华战略上 虽然两党保持高度一致 但在具体操作上 手段和方向有不同 所以对华战略也将再度割立 所以我开头就说了 特朗普要是真上台了 说不定对中国还是一个好事 中国将再次迎来四年的最佳发展窗口 在美国战略收缩时期 尽可能最大化 提升国家影响力 打击霸权主义 因此咱们得早做准备了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